小董真心话 今天开始下一个 清明世界以分分大家可以看到了 其实今天上午 蔡英文总统开了一个记者会 带着他的文武百官 当然现在最红的百官 就是陈时中 然后吴钊瀉 经济部长沈隆军 然后最主要内容是怎么样 现在我们要打国家队了 国家队要去打国际杯了 各位 用防疫的这个时候 蔡总统宣布 要将给国际 一千万个口罩 这些物资 各位朋友 你现在有没有在排队 刚下雨天 我骑摩车绕了一下 每个地方都 那很多人说 你可以上网 我老实讲 排队都老人家 老人家也不太懂得上网 可能在家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 就出来走一走 可以聊聊天 但是现在聊天也不能聊 为什么 因为昨天也宣布了 一个一公尺以上的距离 你不要靠我太近 你会喷口水给我 喷口水 那就可能传染疫毒了 大家可以看到了 其实我们的疫情 是比较紧张 你知道吗 很多人还在敲锣打鼓 讲我们多厉害 蔡英文就是个例子 捐一千万个口罩给国际社会 大家记得吗 我们现在2020年 我们2018年 蔡英文要捐 一百万的美金给WHO 各位朋友 WHO现在是被台湾的网友 你不要听总统府出来讲 那些什么话 我告诉你 要罢免WHO秘书长谭德赛的 真的多数都是台湾网友 你自己上网看嘛 你看那些人嘛 看上面那些留言的嘛 在WHO你自己上网看 谭德赛讲的是没有错的 他都是台湾的网金 就是发动的 那总统府大家也知道 他就是一个不要脸的政府嘛 但是你今天想到了 蔡英文现在要捐出去了 那我们的人还在排队 那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不给国人 每个人一天一片口罩 你说啊现在两个礼拜 九片 九片过吗 两个礼拜九片 九片过吗 两个礼拜是十四天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我们还那么多人还在排队 就表示说大家还是很怕嘛 那怕的时候 你就要想到政府 想到政府其实是两个面貌 我要讲的最主要不是说 我们要不要支援国际 我们支援国际都没有问题 但是当初 苏贞昌代表政府出来讲 我们口罩不准卖出去 不准卖哦 因为那时候 疫情最严重是中国大陆 我们不准 我们的口罩 卖出去 就是不准卖到中国大陆 有人质疑 苏贞昌说我要自救救人啊 请问现在台湾已经自救了吗 台湾把自己救好了吗 有吗 如果把自己救好 为什么你跟我要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记忆 如果已经救好了 为什么我们 两个礼拜十四天只能买九片口罩 你告诉我啊 表示你台湾现在是 疫情比先前更险进嘛 现在规定所有大众运输 各位朋友大家猛心质问哦 大众运输都要戴口罩 小董骂了一个多月了 记不记得 我骂他什么幼子医师啊 我当然不认识他 他叫陈慕隆啊 他代表正乳出来 叫大家坐捷应公车 计程车通通不用戴口罩 不需要 怎么会不需要呢 我在节目大骂 我骂很多次啊 大家可以 替我作证啊 可恶嘛 你正乳怎么可以这样先倒 我知道你口罩不足啊 你要说现在口罩不足 口罩不足 我们到上节印 如果你是健康的人不要戴 这个还可以接受 因为我们口罩不足嘛 不足总有不足的方式啊 你怎么可以叫大家不要戴呢 周天开始改口 大众运输一定要戴 废话 这是尝试好不好 小董讲了很多尝试 我当然被利盈 被一对垃圾网友 在我留言板 跟我拿个 但是我不怕 小董一个打十个嘛 大家很清楚 但是我告诉各位朋友 你要听 就要听最好的 我就是最好的 你听就是听最好的啊 因为我们讲的 入情入理是合乎逻辑的嘛 蔡英文政府那些官员 包括陈时中 他们考虑的是政治嘛 他们用这个在玩 玩到怎么样 玩到WHO 大家来罢免 坦德赛 哇好高兴喔 网金 网金可以罢免 韩国瑜 对不对 发起一个运动 在台湾可以打赢他的险战 他在国际上也玩这一套 国际上 玩罢免 玩撒钱 就跟他嫌疾的时候 苏貞昌一直撒钱 这个买那个也买 这个正乳出钱 那个正乳出钱 记不记得 所以台湾完全用这一套 用民粹 用金钱去撒 我并没有反对说 你要兼国际 一千个口罩 但是 其实国际最需要口罩了 大家都很清楚 欧洲跟美国 对不对 我们跟美国有合作嘛 对不对 美国跟我们合作 所以要我们的口罩 我们要先给他100万个 记不记得 然后先给10个 20万个 然后两边来签 说他要给我们防护衣的材料 我们防护衣要他的材料吗 蔡总统早就 带着记者 然后说 我们现在所有钱套了 我们自己都有 我们不必仰赖其他国家 所以他把这个叫做国家要对 那我们什么都有 我们还需要美国的防护衣吗 那是骗你的 表示说我们是礼尚往来 没有美国吃定你啊 美国现在 现在非常险进 现在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美国 大家都非常清楚 你看 前两天 那个主播啊 跟他扭位桌的桌上 跟他弟弟 弟弟是个主播两个吵架 全球引为笑柄 两个在吵什么 直播哦 全世界都在看这个笑话 在吵说妈妈比较爱谁 比较爱你还比较爱我 哥哥当州长 都当州长 弟弟当主播 吵了半天 大家觉得真好笑 还好啦 无伤大雅 反正疫情到了嘛 今天传出来的消息 弟弟确诊啊 他自我隔离在地下室 我在地下室隔离 但是我照样做直播 好好玩哦 各位朋友 大家看现在的疫情的险境 都知道全世界美国最危险 蔡震鲁讲要给国际社会 一枪个口罩 最主要目标 就是美国 我告诉你啊 各位等着看 然后你竟然看到了 国际媒体每次 或者国际的 那些政府 他们每次对台湾 都是口味食不至 都嘴巴讲 哎呀 你可以进入 世界卫生组织 太简单了嘛 我们应该支持台湾 加入 联合国 太简单了嘛 你们跟我们建交就好啊 你们跟我们建交就好啊 我们的国名叫做中华民国 不是苏贞昌 那个叉叉叉所讲的 什么台湾国 不是 恶心嘛 中华民国的行政院长 既然去呛 金门选出的立委陈一臻 陈一臻说 没有什么台湾国 就是中华民国 苏贞昌既然去呛他 说他不适合干立委 不适合干国卫议员 苏贞昌自己才不适论呢 苏贞昌现在 因为他付出以后 全力讨好独派 他过去不是这样 这个人人格善变啊 他过去没有怎么这样 他现在发现 我只要每天拥抱独派 然后我就很受欢迎 年轻人就很喜欢我 就是你要协会怎么不要脸 你就可以天下无敌 你今天看 现在台湾这些啪啪噪的 主要是哪些人 我们前阵子 我们两三个月前 两三个礼拜前 其实台湾那时候防疫 在国际上还算不错 为什么这两三个礼拜 突然暴增两百多个 我们现在才三百多个确诊 两百多个都是 我们现在的外境 境外传进来的人 有多少你知道吗 占百分之八十七 百分之八十七啊 各位朋友你想想看 百分之八十七都境外了 为什么现在大家觉得恐慌 人跟人要保持一公尺距离 大众运输都要戴口罩 你带着不准上车 现在都硬性规定了 现在很多机构 你没有口罩 你就不准进来 就我不给你进去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现在疫情 比先前更险近 但很多人很亲乎啊 最亲乎的人是谁 是这五万多个 境外进来的 他要啪啪罩啊 你每天看到就说 这个人又去夜店 那个人又去买什么 又去哪个餐厅 又跟朋友怎么样 你看到了 这些人是哪里人 就是最近境外回来的啊 对不对 当然是最近境外回来的 各位你只要把他想 他如果满两个礼拜 他就可以出门了 他会被啪啪罩 被媒体拍到了 表示他 他回来还不满两个礼拜嘛 所以他是这两个礼拜 回来的人嘛 对不对 他如果超过两个礼拜 他就自由了 表示他是这两个礼拜 回来的人 那他为什么爬爬罩 因为太无聊了 因为他们在欧美自由观啊 他们在欧美当留学生 晚上泡酒吧 泡夜店 生活很习惯啊 现在不适合啊 不习惯啊 所以他爬爬罩啊 你今天看到 这些年轻人 哪一个人 会理你啊 你看多少人被抓到 一点不在乎 我一点不在乎 为什么 因为罚钱是罚我爸爸的 罚我妈妈的 我们家有钱 他表现就异乎这种态度啊 这些人将来回台湾 国家栋梁 留美留欧 他将来就是政府里面 不是当立委 就是当大公司老板 就是当政府官员 他就国家的中间 他什么心态啊 各位你今天看到 有钱真好 有钱人 占了台湾所有的位置 好的位置被他们占了 好的学校被他们练了 你说 小董你不能讲 也有 穷学生也有练好学校 有啊 但是如果两个资质平等的 穷的人本来就比较吃亏啊 你没办法去请老师补习啊 你可能下 放学以后 你可能还要去打工啊 那些人不用啊 两个资质一样 他一定比你行啊 多数绝对比你行 对不对 这个是我 我以前好几年前 我就在很多节目上讲过 我说台湾最不公平是教育 教育的世袭 有钱人永远占 最好的位置 只要他的儿子争取一点 稍稍用功一点 就变成这样很不公平 那教育是穷人 唯一能够翻身的机会 我熟练得好 我考上高考 对不对 考上工会出国 我只有这些机会啊 在讲这个 其实各位朋友 我们今天最重大的议题 其实大家都清楚 就是防疫 蔡英文很慷慨啊 可是你看她对中国大陆是这种态度 各位想想看 我不是讲中国大陆好或不好 现在中国大陆的疫情是稳定 对不对 柯文哲都讲了 柳文哲比武汉还危险 这当然这是常识嘛 柳文哲比武汉危险 现在一百倍都不止 那武汉现在没有新的什么确诊啊 那你看柳文哲 全世界最大的 最那个的都市 现在确诊到州长 每天跟川普在斗口角 你可以看到疫情严重到这种低谷了 各位朋友 我有时候讲 我们 一个防疫 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啊 我们当然 平常都要在国际上 国际社会上 要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参与 我们现在的参与 为什么机会比较少 因为民党搞台独嘛 搞台独大家 避之 唯恐不及 你两句话你就要搞台独 他就是这样 所有目的就这样 花钱去搞这个 那你今天有没有办法善戴狗人 现在狗人最主要是什么 我要口罩嘛 现在狗人每个家口罩啊 口罩不够怎么样 大家排队啊 配合啊 口罩不够怎么样 告诉你 你先领我OK啊 我还没买过口罩啊 我老实讲 因为我们看每个人需要 我不是讲自己都高贵 没有 和那个没有关系 因为我只有坐电梯才会用得到嘛 或者进人家的 比如说 一些电视公司 进去你要量嘛 当然是嘛 因为我们去录影去干嘛 或一些机构他规定要带你就带嘛 就只有这样的空间 一天带的时间 其实加起来不到十分钟啦 我敢讲 我 那每个人就 看自己的需要 可是很多人 譬如说你在 你的孩子在教室上课 你要不要他戴口罩 要从头带到底啊 教室这么多人 三五十个人 你当然从头带到底啊 对不对 你在办公室上班 在办公室 如果不是空间很开阔的 当然要从头带到底啊 很多人需要的 口罩其实是不够用 蔡英文现在急着要打国家队 为什么 她讲说 哎呀 我趁着美国疫情最严重 中国大陆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我们政府冷痛热潮 祭司严守 然后每天骂东骂西 趁着美国现在是全世界最严重 我们就表示说 我们要参与国际社会 其实是想把东西送给美国 然后希望美国帮我们讲话 美国让我们参加世界卫生组织 参加联合国 用意就这样嘛 这个叫做肉井下石的蔡英文 对大陆肉井下石 对美国也肉井下石 你知道吗 各位你今天看到情况是不是这样 你说我肌肉糊寝 那中国大陆在肉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肌肉糊寝 而且你还肉井下石啊 那美国呢 美国再怎么病情 严重 他还是世界最强的 经济最强的 对不对 所以赶快假装 哎呀我跟你私以言守 你以为 蔡政府打了主意 美国人看不懂吗 就是那种 鸡肠鸟肚 就是那种 小恩小慧 连我都看了 破手脚了 别人看不出来吗 那美国呢 美国你要给我 我何乐而不为 对不对 你给我多少口罩 我就拿多少 我何乐而不为 各位你今天看到 我们多么的不平等啊 当台湾 疫情在 刚开始的时候 很危急 口罩不够用的时候 美国有没有支持我们 美国有没有给我们口罩 没有啊 美国说我们要支持大陆 我们给大陆1亿美金 嘴巴讲 到现在美金在哪里 一毛钱都没有勾气 我告诉你 这些帝国主义国家 每天嘴巴在讲好听的 你不要相信这些白种人 他每天知道 知道台湾只要你搞台独 嘴巴帮你搞台独 你就会给我好处啊 那我们政府让人家看破手脚 请问你有什么筹码 今天蔡英文 他只不够借机 借机借了这个时候 让自己露露脸啊 今天什么节 宜人节啦 不要太把他的话当真 我老实讲 玩这套把戏 今天台湾最需要的是什么 台湾我们最需要当然就是口罩啊 我们最需要就是家人 朋友大家安全啊 郑如有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期待 没有耶 你看我昨天在节目上骂 前天在节目上骂 骂机场 骂观光局 我看了半天啊 昨天晚上 全国只有联合报 把这局长 把主秘 把机场主任的名字写出来 联合报写了 然后 南部的真诚报写了 真假的真 早诚的诚 这是高雄最好的一份报纸 我真的这样讲 敢写敢批嘛 我们媒体精神就是你要说真话 所有跑交通部记者 谁会不晓得观光局的主秘 叫林坤妍呢 为什么没有人敢写林坤妍 我在节目上质疑啊 昨天晚上我看联合报 因为我看电子报 一看 哇敢写不错 我过去也在联合报待过 这记者很优秀 叫何丽安 后来一看 哇他写了 他写里面很多独家 原来你们这些人互相掩盖 互相包庇 到现在还在说 哎呀没接待 有交代没接待 主秘的儿子回来 我有跟他交代 但我没有叫他去接待 他是刚好碰到的 还在讲鬼话 机场的主任张维婷 我昨天在节目上讲了 我说我们的记者 其实有够糟糕啊 你每天跟那些单位 好的不得了 跟司法官 跟检察官好的不得了 他们做错事情 大家都不要写他名字 每天搞这个互相上下交真力 然后互相拿个个人的好处 对不对 这些有公职的人 从记者身上捞到的好处就是 我出了错你不要写我 我干了一点小恩小慧 你要跟我大肆报导 我呢 我能够回报你是什么 回报你就是我的公钱力啊 你们总编辑被人家告毁谤 记者打个招呼 检察官不起诉 你社长被人家自诉 到法官那里法官判无罪 你们就是搞这一套啊 谁不知道 如果到观光局 观光局机场 有人接待啊 你有没有亲戚 有没有长官常常进出机场 会啊当然会啊怎么不会 打个招呼啊 别人带一条香烟他带五条啊 对不对 我这条给总编辑 那条给副总编辑 还有这条是采访主任 另外两条呢 有一条 我们这个中心 随随随随的 业户喜欢戳这种烟 谁不知道来这一套 你都带几条 打个招呼就好了 各位朋友 我老实讲 我有时候 我们当记者要有点隔调吧 你每天跟人家这些小恩小慧 然后到现在为止 大家还在包屁 你说小董 今天议题已经不在观光局了 是啊他被处分了 是啊 他被处分 主任秘书记大购 机场主任记大购 林坤年张维庭记大购 问题人家 凤里致命的人现在确诊 他确诊不打紧 他三十几岁 他儿子五岁也确诊 他小孩子如果即使治好的话 他那个器官还没有长齐 还没有很健康还没有发育很成熟的时候 就受损了他会怎么样影响一辈子大家都清楚嘛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而且他们受访问还义乎不在意的样子 我其实是真的看不下去你知道吗 我跟这些人没有仇也不认识 但我讲我们公务人员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因为上了总统 上面的行政院长 每天搞财毒 然后奉承这个打压那个 自己结得很爽 然后好像年轻人都喜欢他们这一套 对不对 他们结自己很高兴啊 哇你看我身旺这么高啊 然后哇我现在打国际杯 哇哇不得了 我现在国家队打国际杯 我送给人家一千个一千万个口罩 一千万个不够啦 五千万个才够啦 但是蔡英文现在显然很高兴 很得意 看你得意多久嘛 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五丸青浦 桃园高铁站第一品牌 微军建设机构 千锤百连 只为造就一栋好建筑 入逐青浦唯一指名 选择微军 雄大兴 那你是不是想看过延迟吗 没关系等一下我跟某 你跟某推下 因为他本来是说30分他会整一点 劲叉掉 所以他们今天要测试系统 所以他直接去掉 对 后来没有 可是刚刚没跳 没关系啊我刚也是走失吧 对对对 然后 我再给你说一下 好 那如果現在碰到中間的廣告時間要怎麼切 廣告時間我們也不要切 也不要動 但是你不能講話 因為你是講話生會出去了 而且那不會啦 因為現在我們控制了 我們現在是沒有用他做的 對因為如果這邊沒有人 然後那個會推出來 反正就是你的聲音就會出去 所以廣告時間我們也不要說話 然後那時候董哥你旁邊可能要聽雙擊 你才聽得到你的聲音 可是因為會延遲一點點 對 然後那如果假如我們節目一結束 然後我們就直接關掉 就是一定要立刻關掉 因為他們要整點報新聞 他們會連線不上來 所以就直接按叉叉就好了 對 你知道你就按 然後像剛剛年輕我們是按這個 所以如果董哥 這是可以觸碰的 所以董哥如果你在家的話 然後你就是要把這個結起來 像這個是麥克風 我們就直接插進去就好了 然後記得要充電 然後網路一定要連上 一定要有網路 就是你要無線網路 一定要連上網喔 不然我們會收不到 對現在有連到 就是連你們家網路 然後你就是按這個 對 然後就跑這個 所以上網 所以上網 插電 然後這個麥克風 然後這個是滑鼠 這是我們滑鼠 就直接給你了 然後 可是它過10到15秒才會收音 右邊是我的聲音 對對對 這樣才是有收音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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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要打開是不是 不用打開我們不用寫 不是喔第一段式就好 因為它聲音會延遲 會延遲 它會裡面大概一句話 一句話 就是蠻多的 OK 歡迎回到小董真心話 各位朋友 現在其實 疫情現在是最險進 各位朋友真的 記住小董的話喔 因為你清明節是一波 互相近身接觸的感染 整個中華民國購氣從來沒有做過 一個防疫的動作就是 大家距離不要超過一公尺 我們購氣 SARS17年前我們做過的動作 就是大家戴口罩 把自己防護起來 所以這個動作就是當作演習 大家都很熟悉的 到目前為止 我們大家覺得 防疫效果跟國際比起來不錯 因為我們過去有被 迫害的經驗 被疫情迫害啊 所以大家過去受害的經驗 就是知道戴口罩 可是過去的經驗 我們沒有 保持距離以色安全 沒有 那現在清明節到了 會有一波這樣的 很多親戚朋友回去了 大家一起回去 回去記住 回去掃墓 你要不要吃個飯啊 大家一起回來 一年難得一次 對不對 夠年還未必有這麼多人記在一塊 所以大家 回起來吃個飯 很正常啊 這個就是病毒侵襲最危險的時候 我真的跟各位講 這一波不要小看 那我們 因為前面做得好 你後面就會鬆懈 這是人之常情啊 你看 陳時中他們自得益滿 那種嘴臉 蔡英文今天開記者會那個樣子 哇 我們不得了了 現在我們國際 我們是老大 我們台灣做最好 我告訴你 國際台灣不是做最好 新加坡沒有死人啊 你不要說 新加坡有沒有確診 新加坡沒有死人你知道嗎 不知道喔 因為媒體不會暴躁 因為新加坡比我們好 我們就不暴躁新加坡啊 前面新加坡在切診的時候 我們今天暴躁 哇 新加坡多少切診 哎呀 怎麼樣怎麼樣 人家沒有死人欸 澳門做得比我們好 你知道嗎 澳門現在切診只有11個 他靠中國大陸那麼近 他走路就可以過去了 他做到什麼地步 澳門是靠賭場起家的 賭場通通關閉 關閉兩個禮拜再開張 他現在已經開張兩三個禮拜了 各位朋友 我講是一個實際情況 所以不要太得意啊 那我們現在的情況是怎麼樣 我們現在是海外來的人 到處在感染 傳給本土的 然後要不然就是發作 對不對 海外回來包括美國英國 包括菲律邊 就是你可以看到情況就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 現在這一波非常嚴近 所以你剛剛看廣告時間 我們其實在操作 看有沒有辦法 萬一我們不幸 怎麼被隔離了 辦公室被隔離了 有人怎麼樣了 對不對 節目還是要做啊 你他帶來繼續 還好我們現在現場可以直播 舊跟CNN那個弟弟 他哥哥是紐約作長 他弟弟確診了 他現在關在地下室在做直播 早早有準備嘛 這是必須要防備的 很多東西必須要防備 口罩要防備啊 糧食也要防備一點點 這大家有的概念啊 但是我跟各位講 你小心喔 但你不要恐懼 真的不用恐懼 因為恐懼會讓你的生活 不止大亂嘛 那你要準備 就像我們要準備說 我們要怎麼播出去 想方設法 即使沒有 最後白白準備了 也沒關係 就是這樣嘛 颱風的概念我們有嘛 颱風來了 買幾包泡便 萬一這颱風來個一兩天 對不對 我們會這樣想嘛 萬一沒有水沒有電 他停了電就停了水啊 水就打不上來啊 所以你要怎麼辦 你要買一些蠟燭 鎖電筒啊 颱風的概念 危機的概念 你要有嘛 那你今天看到情況 我們現在台灣 我們的醫療物資夠不夠 你說不夠啊 大家都在排隊啊 排隊還要送給別人 送給國際 你要讓蔡英文表演一下啊 蔡英文認為說自己已經打得不錯了啊 他現在要打國際杯啊 下百元我就要打國際杯 我要趁著國際社會 大家兵荒馬亂的時候 我趕快去送口罩啊 然後人家講 哎呀這口罩不錯啊 APP我們台灣來了 我就來這一套啊 要搞他的台獨事業 我告訴你 用意在這邊搞台獨事業 他希望能夠借著這樣 各國說你看台灣有送口罩給我們啊 即使不很多對不對 當然主要送給美國嘛 現在台灣希望怎麼樣 現在很多網友 罷免譚德賽之外 還在連署要讓陳時中當 WHO的秘書長 接譚德賽你想荒不荒謬 你不是他的會員國 你能夠讓他當秘書長嗎 可以 我們由美國來提名 各位 由美國來提名 中華民國的 衛福部長陳時中去當 陳時中一定很困擾 因為我知道陳時中英文很不好 各位可能不清楚 因為我有很多朋友跟他很熟啊 但是我跟各位朋友講啊 我們這些動作其實都知道做不到 我們要做給國人看啊 你看 蔡正如現在打國際邊 有沒有看到我們正努力在打 你看我們給人家20萬個口罩 你看英國大臣跟我們感謝 廢話 你給小董100塊我也跟你感謝 不然你抖內看看啊 我就跟你感謝啦 廢話嘛 感謝以後怎麼樣 感謝以後他讓你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嗎 各位你今天看到了 我們就是趁著國際在防疫的時候 撒錢的概念 這個就是撒錢的概念 看自己能不能獲得別人趁機怎麼樣 問題是台灣現在的防疫物資 醫療物資夠不夠 各位朋友 你問你周遭的親戚啊 有個朋友問我說 他在美國的親戚買不到 問我說他寄過去怎麼辦 我說你要上網喔 你要上網 而且這個親戚 要跟你這二等親喔 你要把這些資料都 齊了以後在網路上 他我哪會用網路 我說你要找年輕的朋友 你家裡的晚輩幫你弄啊 我們現在可以記國外 但是你要有這些證明啊 各位朋友 我們發現大家都在搶 大家都在搶 我們把應該優先給民眾的東西 我們先給國際 你看表示我們不得了啊 可是當中國大陸需要的時候 我們拉戶嘴點啊 自救財人救人 我們的嘴點就是這樣 他非常清楚 各位你只要把他的時間點 把他拿來接的時候 你會發現 人家講的 我們對岸講的一點都沒錯 你是以疫謀獨 藉著疫情來搞台獨 的確是這樣啊 但是有沒有成效 沒有成效沒關係 因為錢是花大家的 沒有成效沒關係 因為我蔡英文 我肉臉啊 你現在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請告訴全國國人一件事情 你要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你要參加世界衛生大會 請告訴國人一件事情 請問你用什麼名字 請問你用什麼名字啊 告訴我啊 你要用台灣可以啊 台灣前面會被加中國啊 我告訴你這叫中國台灣啊 你要不要 你要用中華台北 一金瘡過去用中華台北 馬鎮魯時代八年用中華台北 被你們天天罵 賣台沒有狗格 你好事用嗎 請你告訴我你要用什麼名字 用中華民國是不可能的 各位我講喔 每個人執政以後 自己當家 自己要知道自己的處境啦 每天在耶 每天羞辱人家 那你今天碰到的情況是怎麼樣 今天就拿國家的錢 來替蔡英文突資謀魂 你看到情況就這樣 說我要打國際隊 蔡英文要講給WTO 一百萬美金人家還不要耶 你要給人家錢人家還不要耶 各位我有時候講喔 但是喔 你有時候講這一東西喔 有時候很傷感 台灣有台灣的處境 我們的處境就是兩岸 兩岸每個人都知道關係要弄好 我們兩岸關係弄好 馬航九時代弄最好 天天被罵賣台 馬航九時代 我們兩岸的飛機 最高可以怎麼樣 一個禮拜有八百多班 大家往來 大家不帶仇恨 你賺我的錢 我賺你的錢 你給我市場 我給你工廠 大家互相來嘛 最需要的是什麼 要和氣 而且要訂很多耶 這個耶就是台商的保障啊 對不對 我訂了這個耶有保障啊 這才是對台灣有好處啊 現在台灣 一連賺中國大陸 一連八百萬美金 然後每天罵人家 我講小董長期講 大家也聽得出來啊 我們整個家族 堂兄弟姐妹 沒有人在中國大陸做生意 但我不是講 因為我們本來就不是生意人 那我講齁 其實 但我看到別人賺錢 我很開心 現在台灣最需要是防疫 最需要是團結 最需要是兩岸和平 兩岸和平以後 國際自然有空間 這是馬航九執政 時代所看出來的成果嘛 天天被羞辱 兩岸沒有 沒有好的環境 沒有好的氣氛 國際就沒空間 就這麼回事啊 他就這麼回事啊 為什麼進得了WHO 的那個大會 世界衛生大會 叫做WHA 為什麼我們進得了 世界民航組織 聯合國的民航組織 我們過去進不了 我們民航局長過去進得了 他叫神企 他是一個優秀的女性 各位可以上網 我講這個就是 你可以上網啊 神奇啊 然後我們聯合國的 環境的氣候會議 我們環保署長 衛國宴 國家的國 宴生 吳彥祖的宴 各位都可以上網 我講的東西 他就可以進去 世界衛生組織 但是我們進去八年 開他的大會 就是這樣啊 就是說你今天 每個人都知道 小董講 這是一個常識 我講的真的 就是一個常識 那如果 如果這些氛圍 通通沒有的話 那當然就進不去 這是自然的 所以 你可以看到 當 蔡英文打算 100 100萬美金給WHO 2018年 有人就訪問A金專 所以你過去不是要 捐500萬 他說我們要捐500萬 被罵死了 沒辦法捐啊 馬航九時代本來要捐啊 A金專講一句話 蔡英文想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後加世界衛生大會 你捐10億美金也沒有用啊 為什麼 因為 兩岸關係不對嘛 大家都非常清楚 以意謀獨 你就是要搞台獨 馬上回來 威君天響 重量 他還是沒有強制 對 那以來就是怎樣 A18戰 鞍起來斷鞍 十年防水保護 好 威君天響 應該是 想說沒有讓 成功 103 373 188 可是那時候 那時候進光是跟我講說還是 因為剛剛在外面也是啊 但是可能他們 他們之後都沒有改 對啊 每一檢是不是也都要強 就做新聞強 因為預點是預 四點到四點半 歡迎收聽金融漫哈頓 我們要在看你的電腦嗎 對 我要看 對 我要看 你三個步驟嘛 第一個內的嘛 你三個步驟嘛 第一個內的嘛 不會啊 你剛剛說第一個什麼 就是上網嘛 對 看錯讓網路有沒有 比我們覺得 它是讓女人活受罪的情聚 然後 第二個就點開這個 就這基本就是 又給人傳的 嗯 既然十世紀 正常騎馬打仗的波斯人 為了能牢固的 踩在馬凳上 發明了 電子已經會了 電子已經會了 然後接下來就點那個 oglotex 然後它10到15 寫完就會連上去 OK 那它 所以我們也不用太早開 Win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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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反正要開收音機啦 因為我們竟然勾達五十公分喔 收聽九發知識家 讓你知識多增加 如果開收音機的話感覺要戴耳機 甚至他聲音放不下我們也收延遲 這樣就會有超延遲的 可能董哥戴耳機 感覺我們等一下可以問一下 可是戴耳機我來講話會被干擾 也是齁 你等一下討論著 再戴一邊 OK 歡迎回到小董真心話 有時候講真心話 我老實講我都欠朋友 因為很多朋友問我說 我們長輩很喜歡聽你 因為在家裡 你講的東西是有道理 不管這東西都深奧 你講最主要是要邏輯嘛 大家只要有邏輯的心說 這個東西合不合乎常理 你知道常理的話 你對很多深奧的東西 你就自然言論而解了 那我其實很欠很多朋友 你清明節回家 碰到長輩 這段時間大家 不喜歡外出 或怎麼樣 你就幫他的智慧型手機 幫他加入 酒吧新聞臺加入我 我老實講 你隨時可以聽 不一定要中午12點到1點 那 聽了有什麼結果 對很多事情你就 有一個判斷力說 欸原來這事情是怎麼樣 這就是我們的功能啊 我過去當記者當這麼久 我現在當評論 欸算有一些 當然有一些人會 會討厭你 有些人會喜歡你 都會有 這個沒什麼關係 但是我們講的東西 是不是紮紮實實 就你要經得起考驗啊 今天你把很多東西把它拿出來 小董罵了一個多月 做捷運怎麼可以不戴口罩 一陣子在搞什麼東西 還做這樣的宣導 他昨天改了 各位有沒有看到 小董罵很久 為什麼湖北的人來 回來的人要集中管理 歐美回來不用 他現在沒辦法解決了 結果他現在歐美回來的人到處 在確診到處在感染給別人 對不對 菲律賓回來感染給別人 美國回來感染給別人 你看中元宴那個就是美國回來啊 感染給三個學生 這三個學生也都是博士喔 然後裡面有一個在感染給他的同肌女友 就這樣的構成啊 歐洲回來跟不用講 對不對 大家看到了 前幾天第三個死掉的那個導遊 四十幾歲 他就是到歐洲啊 所以你今天看到很多情況喔 慢慢發現其實現在是慢慢的嚴重 你知道嗎 很多人我很怕現在都親呼 明天開始休假休四天 這四天 哎呀從夠年喔 悶到現在 好朋友不喝幾杯怎麼 怎麼可以對不對 小時候的玩伴 小時候玩伴 以前不容易碰面 也不一定常常碰面 這個時候會碰面為什麼 因為回家掃墓 小時候玩伴 同學 然後大家喝幾杯吧 你可能 這種聚集的環境就容易 我小總講 這個就是實際的情況 你知道嗎 所以 你現在推動的時候 我們要有一公尺的記憶 我是非常贊同啊 那一般人不容易做到 然後他又一個清明節的 大家一起回來 現在大家一起回去喔 他不一定是從大陸回來啊 其實各位朋友你可以看到 現在中國大陸還有五個機場有開 其實做的人並沒有很多耶 做的人沒有很多啊 如果照過去 哇清明節一破會就沒有啊 那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會積極的是什麼樣情況 就是我們 在都會的人各自回鄉啊 其實最主要就是這樣 那我們在都會有什麼風險 我們都會跟歐美回來這些 尤其是留學生或怎麼樣 這被隔離的這些人 我們有可能有接觸啊 那大家也知道 十四天 十四天這是一個平常的環境 其實有非常多人是二三十天以後 還在感染給別人 這個就是他的風險啊 所以我小董講啊 我們其實看到了風險 你有沒有辦法怎麼防護 都洗手戴口罩 盡量避免人多的地方 你會坐飛機 會坐捷運 會坐公車 會坐計程車 拜託你戴口罩 你可能感染給司機啊 你可能感染給乘客 你說我們好好的 你好好你可能會帶著病毒啊 你自己好好的 但你可能帶給別人你不知道嗎 你不曉得那個白牌計程車司機 第一個死的是被水感染 到現在還查不出來 說是浙江台商 浙江台商說我沒有發病啊 我好好的啊 我是有咳嗽啊 這咳嗽我沒有發病啊 沒有發病可以感染給別人 現在已經很清楚了 但是我們的風險這麼多 我們現在政府很得意洋洋 其實你可以看到 我們今天上午 蔡英文在總統府開的這個記者會 得意洋洋啊 為什麼得意 哎呀你看 別國都很慘啊 美國 你看這麼慘 他慘的時候 哎呀我 就是我們進場的時候啊 各位有沒有看到 別人很慘的時候 就是我們進場的時候 蔡英文為什麼要開記者會 你如果要支援國際 支援美國 你就送過去就好啊 為什麼要開記者會 開記者會是給國人看的 所以你看 現在我們很好啊 你看 連美國都需要我們 對不對 連歐洲都需要我們 你有口罩啊 你有一些醫療的物資啊 所以很得意啊 小董今天主題只是告訴你 你要給別人這些東西 我們自己也不夠啊 並不是我們 都出來的 充分的對不對 你說不夠 我們要尊解一下給別人用 那為什麼 對中國大陸那麼刻薄 為什麼刻薄到這種地步啊 各位你今天看到的情況就是這樣 所以我今天的主題其實是非常簡單啊 我要告訴我們很多朋友 我們 願意去幫別人沒有問題啊 但是 我們在整個疫情的過程 你看到政府搞台獨 然後那種不平等的對待 它是非常清楚的 連柯文哲都質疑對不對 連葉金川都質疑 為什麼歐美這些人可以趴趴趴 為什麼他不用集中管理 政府不敢講的是什麼 我有台獨的決心 大陸回來的 我們認為他比較不乾淨 大陸回來會比較不乾淨嗎 你現在接回來這麼多批 每批都很乾淨啊 你從日本的鑽石公主號接回來 有人確診啊 歐美回來這些確診不計其數啊 你所謂的 比較乾淨比較進步的地方 現在案例都從哪裡來啊 你認為比較不乾淨的中國大陸 現在回來都沒確診啊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啊 但是我們政府繼續玩 所以 小董喔 我在這裡其實要非常倚重的心腸 我告訴你啊 我講 我綜合這麼多喔 你會發現其實 小董這陣子所講的 我講的比較對吧 我講比陳時中對吧 陳時中收謊 我第一個拆穿他 什麼熟職關係 大家記不記得我前天花火 你還在收謊 碰到自己人就收謊 碰到張上淳的兒子就 哎呀 自己人都是這樣 我 你做一個防疫指揮官可以這樣嗎 這是一個 防疫的破洞耶 有可能大感染耶 對不對 小董 我秉持的就是這樣啊 你今天把小董這 這一樣可以來講 你發現我講的都是對的啊 他有的東西有修正 有的東西不修正啊 現在海外回來的人 比較少了 一個禮拜前很多 非常多 一天一萬多個 現在比較少了對不對 請問現在可不可以集中管理 回來就送到集中管理廠 十四天啊 集中管理最安全啊 這是一個常識啊 為什麼政府不做 為什麼我們看到了 我們現在還在得意洋洋 然後只要 白種人對我們有點批評 我們就很計較 譬如說那對英國的情理 我們住這裡像監獄 我們就爆跳如雷 一對記者就去提問 那如果是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回來也有人抱怨菜不好啊 你看他記者連提問都不必提問 對不對 張雅琴就先開罵了 也不用問陳時中了 記者幫你給答案了 然後全國大家分開 這什麼台商 嫌菜不好 財商把菜PO出來的時候 他吃不慣了 不好啊 被罵個半死 英國的情理出來 大家馬上問陳時中 讓陳時中去講話 因為你可以罵台商啊 把他罵得很難聽沒問題 英國人要罵要慎重一點 然後下來 大家都開罵了 各位朋友 我們那麼在乎BBC 英國國家廣播電台 西方的媒體啊 那我們不在乎 我們該給人家答案的 我有時候講這一東西 我其實是很感慨啊 我非常清楚政府的態度 但是我們現在在黃衣 政府講什麼 我們大家就配合什麼 沒辦法 我們甚至要做得比政府更超前部署 因為他很多所謂的超前部署 其實是 其實是不超前啊 就像我剛剛講的 他昨天宣布口罩在 公共場所盡量要戴口罩 很多客運 你不戴口罩我就不讓你上車了 現在都非常清楚 捷運 捷運我很早就講了 捷運為什麼不量耳溫 不量體溫 捷運是最擠的啊 我跟好幾個台北市議員講 趕快叫柯文哲 那個成本很大 為什麼 捷運一天一百多萬人在做啊 其實捷運現在比較空 各位朋友不曉有沒有發現 因為我每天經過捷運站 我就發現人少很多 大家覺得我寧願不要 騎腳踏車坐摩托車 或者比較 比較鬆一點的時候我才上去 就是 我看人很多我不要上車 上車廂我等於下一班車廂 這是一個好的概念 今天謝謝收看